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没有底子,靠自己的努力招扬发芽的小姐姐 一个像样的艺人往往是落寞的 除了抑郁,没有人能让自己安定下来 一个像样的艺人多次分开 只要分开,他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不断地与自己交谈并填写忍耐和证明 杨子,1990年代在京城出道的青年艺人 以家有儿女中下雪的身份正式进入演艺圈 在社会上为人瞩目 在剧中,他可以被视为一个真正的人 由于年龄的关系,他的演技一般都不算出色 综合考虑,这需要一个循环和一次相遇 假设他要说他当时的展览是可口的 那也是因为他的崇拜和能力 兴趣是个人最好的教育者 他贸然走红,被标记为童星 以进步的观点来看,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鉴于被大众视作艺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但严格来说,这同样值得庆幸 可怕的是,由于贸然参与新冠疫情 限制未来发展很简单 由于个体被认为是冷漠的 因此在鲜花和掌声中迷失自我很简单 好在杨子经受住了考验 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好评上 把他放在宣传和拍摄上 他一直在考试,直到他向北影认罪 在一个三阶一优二阶一美人的演艺学校里 杨子的颜值不是一流的 他有一张众所周知的面孔 很少有酋长向他伸出和平祭品 他很清楚,在没有扎实根基的原因下 想要凭借众多的天赋和规律的变化在娱乐圈中 赢得一席之地,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 在他作为表演替补的四年里 他不断地想办法扮演不同的角色来寻找向前的飞跃 比如疯狂的人和无知的阿姨 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 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尤其是在外表上做出巨大的忏悔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说 学校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这是因为精力充沛的青春 近在咫尺的遗忘 以及对未来的向往 在你离开学校的那一刻 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我们要面对公众眼中的不同困难 尤其是个人的心 走入大众视野的杨子 相信从此以后可以发家致富 但事实却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榜样 为了获得更多的执行力 并让自己更适合这份工作 他严格减肥 并努力计划了两个多月 当他确定地去找制造商时 他得到的是一份最初在他身边 占有一席之地的工作 有了一个更合理的后起之秀 他当时差点摔倒 后来 他在一次会议上说 他相信有人会拉他 但没有人 所以他可以拉自己 杨子在《欢乐送》中的演技 惊艳了很多人 剧中深沉蟒状的小城市标准小姐 为了在大城市获得牵引力 坚持早起 做着低薪的工作 在有鬼电车上 每一个展览都是一口气完成的 几乎没有任何执行的迹象 邱盈盈工作的有效成型 让人们了解到 第一童星下雪之前已经长大成人 现在是一个演技会说话的艺人 一个人在成长的那一刻 会不断地惶恐不安 而杨子也不例外 面对当时要演湘蜜的紧密时 他被强调演技会毁了工作 对自己的表演感到压力 因为长相 他不能演戏服 更强调他会让喜欢他的人灰心 尽管有这么多的恐惧 但对于一个独自长大的年轻女士来说 除了承认需求之外 别无选择 湘蜜最后的评价老板表明 他的决定和勤奋是对的 杨子的红红火火 让圈内很多流量明星都为难 不靠气势 不靠人脉 什么都靠 靠演技升级 靠不断地努力给自己 愿他在暴风雨之后的任何时候 实际上都会闪闪发光 发芽 02 长相思杨子心好艳丽 谈见词大红大访 邓威硕大的毛领好诱人 电视剧长相思改编自童华的同名小说 他也担任了该剧的编剧 由杨子 张婉怡 谭建慈 邓伟主演 从现在开始差不多一个月就完成了 从3月到9月拍摄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最近 一些路透社的实物镜头被删除了 我们应该调查一下 有网友觉得发型调整太少了 最近 逍遥换了新发型 焕然一新 刘海也被做成了显瘦和温和的设计 比之前的发型要高出很多 背篮子的样子精致漂亮 竟还有个清水阵的路透 背着篮子 摇静甜美的敲门 这种发型还有一个正面 虽然最简单的眉毛可能是可见的 但从前面看它显然是一种 额头露到最深处 人类未必会说和养子之前的发型一模一样吧 那么在同一身体内可能会有三个人的照片 这应该是轩辕的小月顶吧 周围环境也很对 轩轩答应了凤龙向逍遥求婚的请求 看看凤龙一脸的欣喜 后面的玄炫心情郁闷地吃着东西 然后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流行的修罗场 那就是逍遥 涂山景 方峰北 方峰一影的同体剧情 净和方峰一琢磨着轩辕 撞上了逍遥和方峰北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醋味 他们四个人都穿着厚厚的冰冷衣服 看起来很热 紧跟在委屈的小狐狸小妖身后 净到轩辕 化作冰霜 披上了厚厚的冰衣 毛领和帅哥其实是绝配 除了邓威不可思议的头肩笔 涂山天命组长的奢靡之风也获得了 姚靖这几天还拍了隐居的情节 这也是小说里面的结尾场景 看得感觉有点不爽 他们告别了祖父皇帝 两人手牵手 小姚在养精 表妹送的若木花 香柳送的大肚娃娃 这一切都安排得很好 你能不能来点热身 谭剑慈的风衣有两个单元款式 这红套是之前换了红茄子的全新服装吗 生涂的颜值很高 大大提高了服装的档次 这套红色还有一张和逍遥一起吃的照片 从他们的位置来看 应该是路边摊 显然 此时的防风北已经没有现金了 粉色毛皮领子也很硬 换成这种颜色后 他是一个好看的年轻人 看来 防风北会是不时给自己买几件精美的衣服 03 肖战的传统身份变成了通过真实媒体的方式发现 肖战被鼓励了不下十次 恋人 追星 肖战一直觉得体面 什么是体面 齐垫照片令人印象深刻 齐垫身份更是数不胜数 其中 有真实媒体再次披露了肖战的传统身份 这个正宗的媒体是包头晚报 我相信爱人对此非常熟悉 他们频频拿演员肖战的作品和歌手肖战的水平 一次又一次地成为恋人 我们回顾了肖战的传统水平 正宗媒体包头晚报 大力鼓励肖战的水平 这也是一首亚运倒计时一周年级别的传统歌曲 我们都将走向更高的命运 通过肖战的方式传递 一旦证实了他高超的嗓音和噪歌功底 就不用质疑了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包头晚报第一次鼓励肖战了 不下十次 此外 正宗媒体在推荐肖战的同时 也发现了肖战的传统身份 我们都意识到 这个传统的身份认同 就是杭州亚运工艺梦想大使 他与工艺的奇妙电力息息相关 长期以来 网络上的许多权威正版媒体 都一次次引用肖战 或者作品 或者荣誉 或者工艺 或者水平等等 都是肖战的全方位口碑 作为恋人 我们都不止一次看到过这一幕 还调侃了正宗的媒体追星 这可能很有趣 很客观地说 肖战是个了不起的偶像 追肖战可能没有问题 社会需要的是肖战这样的梦幻偶像 肖战可以为社会注入不少活力 积极发挥奇点 引领工艺风尚 超棒的 真的很值得追求 总之 恭喜肖战 这样的肖战同样值得喜爱和支持 在肖战之后的演绎生涯中 我们又能看到新剧《玉谷摇摇》和《梦中的海》 可想而知 肖战的命运之中会有不少惊喜 结果发现 肖战的起电影响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肖战的能量和影响力 为什么肖战通过舆论的方式受到了深刻的攻击 通过黑人恋人的方式受到了伤害 但他仍然可以一起走到前面 连同他的头高高的 说到底 肖战问心无愧 恋人的心态一直是干净坚定的 前面的街道 和肖战一起逛街 集体画画 做一个更高的自己 肖战功不可没 希望肖战能抛开一切杂念 专心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着急 不要犹豫 大步向前 粉丝们一直坚定的观察着肖战 现在已经不惧风雨了 他们信任肖战 信任肖战这个梦幻般的偶像和实力派演员 和肖战一起画画 最终成为一个更高的自己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